日立兄先說只有1萬多人 但是因為現在有地面的觀光景點 日月潭和其他鄉頂閉起來 這本色領是加了困難背 十個軍在空間路進入水修到健康 日立兄已經囤積了六七百頓的本色領 為主日立兄公司請結局每一天都加派人手 在本色隊當中 上市做資源回收的工作 鄉頂丹金輪也有共青 大家可以做個資源回收、分類、工作 來檢查本色領 日立兄先跟隊員手提起肉和豆腐 在本色尖放牛中 破地兒來找出可以回收的物品 希望救出 將日立兄需要再三個文化樓的本色領 更更熟悉 因為約十個軍的文化樓 歲數開始更大 日立兄已經囤積了六七百頓的本色領 鄉頂丹金輪也全港幢來了解今天 看到隊跟那頓的緊張 實際不足表達優心 尤其是我們日立兄有很多人 叫做文化川頂頂的環境區 所以每一天每一個假日都會吸引到很多客人來這裡 相對也會製造很多本手 現實是我們看到後面 是我們日立兄之前的垃圾也埋場 已經逢中了 不過因為剛才垃圾無法外運 所以渣時在這裡堆滋 當然在堆滋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會做好消毒 和蓋味鋼鐵的動作 甚至垃圾的分裂 我們也很怕八成的無人鐵材 我們也派到公所這個董事 非常辛苦來這裡做破代 把我們八成做分裂無人鐵材 我們在堆滋場這裡做一次 另外讓日立兄公所也感到困繞 就是現在主管回收品的設計不好 像是鋼鐵來跟清潔隊收出的議員 讓現在放中 因此是累積之後 越來越多的主管回收品 對它造成清潔隊員的負擔 至少對抗也一樣造成環境影響 這裡也要來拜託我們 地方政府和我們管政府 就是說我們現在這個垃圾分類 回收的價格很低 導致廠商來飆取得意願 也相對的降低 那我們公所就面對了一般的垃圾堆滋 包括我們回收的垃圾也要堆滋 所以造成我們空間使用的壓縮 這兩個問題也期待說 在最近我們中央跟政府 憲政府能夠一併重視一併解決 每半年都要中央本所囤積的狀況 已經是為南部官和鄉頂 一起成為隊員的黑幫 只希望中央政府能夠趕緊找解決方案 好多人鄉頂面對著本所問題 一再來上腦筋 一再給我們算下方不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